8月20日美国总统拜登决定提名伯恩斯为美国新任驻华大使 伯恩斯曾担任美国副国务卿、国务院、新闻发言人等 曾与中国政府就阿富汗问题等进行合作 自去年10月前任驻华大使波兰斯塔德辞职后 这一职位空缺至今 过去四年多来中美关系风高浪急、波折不断 拜登政府正酝酿推出但有其特色的对华政策 在这样的特殊时期 身处一线的驻华大使就显得尤为重要 而具有指向性 新任驻华大使不仅需要与国务卿布林肯 和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密切合作 还需与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 就气候问题协调对华立场 而伯恩斯的另一优势则在于 他与拜登身边的核心小圈子关系密切 他曾是拜登2020年总统竞选团队的外交政策顾问 还曾为前国务卿希拉里2016年总统竞选提供过非正式建议 在此过程中他与布林肯 沙利文等民主党外交政策圈内人均有密切的工作联系 2014年至2017年 伯恩斯还曾在克里的外交事务政策委员会任职 当前中美两国关系越来越成为影响全球发展格局的一股重要力量 在关于和中国有关的几乎所有重大政策讨论越来越重要的背景下 一旦美国参议院确定拜登政府的提名 伯恩斯将成为拜登政府中担任最关键大使职位之一的重要人物 美媒在有关报道中称 在拜登担任美国总统的任期内 中美关系将是最重要最关键的议题 因此有经验的外交官是拜登最先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伯恩斯无疑是最佳选择 实际上早在今年2月就有美媒报道称 伯恩斯将被任命为驻华大使的可能性 但当时拜登还未能做出最后决定 鉴于中美两国关系重要性越发凸显 拜登政府急需任命一位让世界惊艳的外交官 向世界展示中美关系的重要性 更重要的是 未来驻华大使将不再只是中美之间的 而将能够代表拜登进行谈判 开展一些实质性工作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 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政府设定的 对华战略竞争框架 同时延览建制派外交和对华精英 目前已基本完成对华政策评估 但似乎并不急于全盘打出 与特朗普胜选 次月就宣布驻华大使任命相比 拜登显然想向外界表现自己在对华问题上 不慌不乱的实力地位 面对急剧变化的中美关系 拜登希望选出各方面都符合条件的人选 对拜登政府而言 理想的驻华大使应大致符合三条标准 一 要有丰富的外交经验 擅长应对复杂局面和突发事件 尤其是中美关系的波折起伏 二 要有大局意识 能从美国外交的全局触发 研判当下行事 向华盛顿反馈有价值的战略思考 三 要与拜登政府的对华理念保持高度一致 服从安排 忠于执行 从这三条标准看 外交能力是核心技能 专业研判是附加价值 忠诚度则是前提条件 表面上看 伯恩斯十分接近拜登政府所需要的那个答案 历经私人政府横跨两党的外交资历 令伯恩斯成为当前不可多得的外交人才 至少可以在两个方面给拜登政府提供帮助 一 是出色的谈判和协调能力 伯恩斯在任期间参与了不同时期的诸多重大外交决策 在老布什政府时期 伯恩斯参与了所有美苏高层会议 经历了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的最后过程 在国务院发言人日上 伯恩斯展现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 鲜少得到负面评价 在希腊大使任上 伯恩斯帮助美国拓展与希腊的军事和执法合作 加强与巴尔干地区的经贸和人文往来 在副国务卿任上 伯恩斯参与伊朗核谈判 美印民用核协议谈判 美以军事援助协定谈判 并发挥重要领导作用 以至于在他宣布退休后 白宫专门声明其将继续作为 特使完成美印民用核协议谈判 前美国驻华大使鲍卡斯表示 被授权代表总统进行谈判也很关键 大使不应该只是传递信息的人 将伯恩斯放在驻华大使这个岗位上 拜登政府需要依赖他卓越的外交才能 在与中国对话和谈判时巧妙周旋 在重大敏感议题上阐明美国立场 展现坚定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和信心 这也是从实力地位与中国打交道的表现 二是让外交工作回到外交官手中 拜登政府信奉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特别重视发挥职业外交官的专业才能 恢复国务院的传统影响力 推动美国外交更好重建 如果伯恩斯的任命获得通过 他将成为过去26年来首位担任驻华大使的职业外交官 在丙孝简于1995年卸任后 美国共派出7任驻华大使 其中有州长、参议员、军人等 但始终没有资深外交官 伯恩斯的初始可能有助于 重新整合驻华机构和振奋士气 在对华交往中展现专业性、延续性和稳定性 这是拜登政府希望区别于 特朗普对华政策的新变化 伯恩斯曾表示 中国谋求全球力量、俄罗斯攻击邻国的独立和自由 要求美国国务院和外交部全面恢复、重建和恢复 运用其在谈判、历史、政治和文化方面 无与伦比的知识 传统上 外界给伯恩斯的标签是苏联和欧洲问题专家 并非中国问题专家 自拜登参选以来 伯恩斯频频发表涉华言论 明确支持甚至是捍卫拜登的对华主张 使得伯恩斯很快引起了拜登的关注 2019年 伯恩斯曾表示中国是美国的对手 但不是敌人 他说 当你用到敌人一词时 表示要与这个人战斗 那不是我们对中国的感觉 他还批评当时特朗普政府鹰派高官 纳瓦罗、班农的对华经济脱钩政策 让人感觉回到了1819年 而不是2019年 2020年伯恩斯再次谈到对华关系时表示 中美关系可能处于1971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的最低点 但也提出在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危机和其他全球重大事物上 仍存在合作空间 但今年以来 伯恩斯在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表态趋于强硬 伯恩斯今年2月接受CNN采访时表示 中美关系对美国来说最重要 也最具挑战性 双方正处于一种激烈政争模式中 他呼吁建立一个包括日本、北约、澳大利亚、加拿大、韩国和欧盟在内的国家联盟 就国际贸易规则问题向中国施压 他还曾在涉港、涉疆问题上大方缺辞 反对欧盟与中国签署投资协定 声称不能允许中国人分裂我们 伯恩斯这些表态或许是在为重返政界铺路 但他的表态与拜登政府上台后的对华表态高度一致 这或许反映出 伯恩斯极可能参与了拜登政府的对华战略评估 伯恩斯从未在中国工作 自然算不上支华派 许多人习惯于用是不是支华派来评价 派驻中国的外国大使 以此判断双边关系的质量如何 但实际上支华派不一定就有建设性 非支华派不一定就是有破坏性 以中美关系的复杂程度而言 拜登选择伯恩斯这样的拥有丰富经验 与民主党渊源颇深的外交官 有助于忠实履行拜登赋予的美国外交回来了的使命 总体上伯恩斯是建制派精英对华官的忠实代言人 将其外交经验和才能在华开展工作 以各种方式尽可能推进拜登政府的对华遏制打压的政策 因此他的到位恐怕未必能带来中美关系的稳定性 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 伯恩斯既不会是意识形态上的极端反华派 也难以成为以一己之力推动中美关系改善的实践家 对伯恩斯任命的理解 不应超过中美关系及美国对华政策变化的时代范畴 首先要保持清醒认识和理性预期 听其言 观其行 但驻华大使的局限性并不妨碍伯恩斯做出一些个人的努力 伯恩斯应当清楚 做一个于衷的政策执行者 不会给他的职业生涯添上光鲜亮丽的一笔 而是相反 距离提名到成功复华还需要一段时间 伯恩斯应在如何更好推进中美关系上多下功夫 相比起我国新任大使秦刚抵达美国复职之后 就开始递出橄榄枝 希望和美国在清洁能源领域展开合作 伯恩斯即便是顺利前往中国复职 也很难为中美关系降温做出贡献 更多时候还是充当一个沟通平台 避免双方因为缺少沟通管道而发生不必要的误判 至于中美对峙态势何时能够发生改变 恐怕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